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头恐龙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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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爸爸在客厅里面看报纸 猪妈妈在看书 他们两个人在干什么 救命啊 佩奇 乔治 发生什么事了 这是什么声音啊 救命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怎么这么吵啊 你们看看地上怎么那么乱呢 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的 确实有人被绊倒 受伤了呢 哦 糟糕 可怜的猪爸爸 来吧 孩子们 我们来整理一下房间 但是妈妈 我们现在在玩玩偶和恐龙呢 整理干净后可以再玩 可是这些都是乔治弄乱的呀 是这样吗 那这条肯定是乔治的漂亮裙子咯 不是 好吧 可能有一些是我弄乱的 好了 我来帮乔治整理 而妈妈帮佩奇整理 我们来个比赛吧 女伤队和男伤队 是个好主意 让我们来看看谁先完成 好了 准备 开始 我们要赢了 你们是赢不了的 好了 哦 这是什么 是泰迪 我们到处在找你呢 快点 佩奇 我们把泰迪放进你的框子里 好了 现在该整理书了 这样就好了 瞧瞧我找到了什么 恐龙 没错 是一本恐龙故事书 这本是乔治的立体恐龙书 哦 这个是一头霸王龙知道吗 霸王龙 好棒 说得对 哦 这头恐龙叫雷龙 这是雷龙 对 没错 还有这一头 它的名字叫三角龙 这是三角龙 念得好 乔治 乔治最喜欢恐龙了 爸爸 乔治 你们怎么不整理了呀 比赛你们要输咯 哦 是的 还有比赛 快点 乔治 把书放回书架上 爸爸 你们整理的实在是太慢了 妈妈和我要赢了 不会的 我们要赢了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不 是我们赢了 我们都赢了 看看房间现在有多干净 好棒 房间很整洁 大家做得不错 妈妈 我们把房间整理干净了 是不是可以继续玩玩偶和恐龙了 是的 你们可以继续玩游戏了 太棒了 我的玩偶呢 你的恐龙先生呢 在这儿呢 恐龙 哦 恐龙来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哦 糟糕啊 房间又乱了 哦 哦 好吧 至少干净了那么一小会儿 哈哈哈哈 超场 佩奇和乔治和朋友们在游乐场里玩 小猫坎迪和小马佩德罗在玩攀登架 小兔瑞贝卡 小羊苏西和小狗丹尼在玩滑梯 哇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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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奇在球签上玩 妈妈 妈妈 推我一下好不好 你准备好了吗 是的 我想当得很高 呜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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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我想来推乔治 你要轻点推 佩奇 好的 妈妈 你抓紧了 乔治 糟糕啊 佩奇把乔治推得太高了 乔治不喜欢那么高 佩奇 你应该知道乔治他怕高 对不起啊 乔治 我们一起玩攀动架吧 你好啊 苏西 你好啊 丹尼 你好啊 佩奇 你们这么做是错的 这才是正确的推鞘签的方法 大家请往后站 准备好了 开始 看着我 我像女儿一样飞起来了 我出不来了 佩奇卡在轮胎里了 这一点都不好笑 看上去确实有点好笑 我们必须把你拉出来 佩奇的朋友们都来帮忙了 好嘞 非常感谢大家 乔治 你想不想玩攀登架 攀登架非常高 乔治不喜欢爬这么高 对不起 乔治 我们一起去玩滑梯吧 好嘞 玩滑梯 佩奇 喜欢玩滑梯 大家都喜欢 爸爸 爸爸 看好了 准备好了 走 乔治想爬上滑梯 你确定吗 乔治 这可有点高啊 好吧 我来帮你一下 天哪 这对乔治来说有点高 别担心 乔治 我和你一起滑下去 爸爸 你个头太大滑不下去的 才不会乔治 不会有问题的 往后站 准备 好了 走 爸爸卡住了 有什么好笑的 这看起来非常的好笑 爸爸 我想也许真的很好笑 我想也许真的很好笑 我们得把你推下去 爸爸的肚子就像一个抽气城堡 乔治喜欢在爸爸的肚子上跳 乔治再也不怕高了 猪爸爸挂照片 猪爸爸和猪妈妈新拍了张 佩奇和乔治的照片 我们该把这张可爱的照片挂在墙上 交给我来挂 我是这个家里动手能力最强的 你确定你能做到吗 当然可以 就在墙上订颗钉子 再把照片挂上去 那太好了 那我就出发去看猪爷爷和猪奶奶了 我们一会儿见 千万别把房子给弄乱了 怎么会 再见 爸爸 我们可以帮你挂照片吗 你们就看着 然后你们就知道怎么做了 首先 我需要一把卷尺 和一支铅笔 我要把钉子定在这个地方 我要把墙弄坏了 爸爸 我需要一把锤子 一颗钉子 往后站 孩子们 好好欣赏工匠的本事 猪爸爸要把钉子 定进墙里面去 别把墙弄坏了 爸爸 不用担心 佩奇 小菜一碟 墙不应该这样的 墙被爸爸弄出了好几条裂缝 爸爸 你把墙给弄坏了 只是几条小裂缝而已 照片会遮住他们的 像这样 我还是可以看见裂缝 爸爸 是啊 那我把钉子拿出来 把裂缝填上 别把家里弄乱了 不用担心 佩奇 要拔出来了 哦 爸爸 现在你是真的把墙弄坏了 你觉得妈妈会注意到吗 是的 我觉得她会注意到的 快来 乔治 你们俩在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你 爸爸 猪爸爸 爸爸必须得在妈妈回来前 把墙修好 麻烦给我快砖 首先 爸爸要用砖堵上大洞 好了 接着 猪爸爸把水迷糊在砖上 小菜一碟 最后把墙粉刷好 和新的一样 墙修好了 好 但是看看家里都乱成什么样了 我的天哪 我们得在猪妈妈回来前打扫干净 首先猪爸爸把佩奇和乔治洗干净 佩奇用吸尘器清洁了地板 猪爸爸整理好了工具 妈妈 猪妈妈回来了 妈妈 妈妈回来了 快 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你们好啊 你回来了 嘿嘿嘿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哦 没什么 嘿嘿嘿 哈哈 是的 我能看出来你什么都没有做 还以为你会把照片挂起来 忙活了半天 最后爸爸忘了把照片挂起来 哦 我虽然不是专家 但是我觉得应该挺简单 好了 嗯 吃得看上去是很容易 但爸爸你这样做的时候 看上去好像很难啊 呻 佩奇 你不要说出来 嘿嘿 嘿嘿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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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海边玩 佩奇一家要去海边玩 佩奇和乔治最喜欢去海边玩 哈哈 这么多的东西 我们必须小心 别把东西落下了 嘿嘿嘿 遮羊伞 海灘包 毛巾 水桶 铲子 还有一个沙滩球 很好 但在你们玩之前 都得先涂好防晒霜 太阳太毒了 所以佩奇和乔治 要涂上防晒霜 我们来玩这个沙滩球吧 看起来能玩 真是个不错的沙滩球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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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 你来扔球 然后我来追它吧 嘿嘿嘿嘿 嘿嘿嘿 乔治 接住了 哦 糟糕 乔治太小了 接不住球 哈哈 哦 没事的 乔治 你们想去海里玩水吗 是的 很想爸爸 那就把B圈戴上吧 好 行了 戴上币圈后你看起来很可爱 该稳了 该稳了 很好 现在我们可以下海玩了 还是冷不冷啊 暖暖的很舒服 慢一点儿 是你先开始的猪爸爸 应该破够了吧 爸爸 我真喜欢在海边玩 佩奇和乔治很喜欢海滩 大家都喜欢海滩 佩奇 乔治 你们想玩水桶和铲子吗 是得想玩 妈妈 爸爸 爸爸 我们可以把你埋在沙子里吗 呃 这个 求你了 爸爸 哦 好吧 太棒了 佩奇和乔治把猪爸爸埋在沙子里 慢慢来 好了 现在你跑不了了 爸爸 我的头有点热 帮我戴草帽吧 那样的话 你得说请才行 请帮我戴草帽吧 当然可以了 爸爸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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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打沙滩城堡 首先把沙子装进桶里 就像这样 然后把水桶放个个儿 轻拍一下 把桶提起来 嘿 变出来吧 一座沙滩城堡 嘿 变出来 另一座沙滩城堡 佩奇 乔治 该回家了 千万别落下东西哦 我来检查一下 以防漏了什么 毛巾 海滩包 追养伞 还有沙滩球 全都在这儿了 我觉得我们好像 忘了点东西 原来如此 我们忘了帽子 爸爸 我们把爸爸忘了 哈哈 没错 我们把爸爸忘了 哎 怎么了 爸爸 我们差点 把你忘在沙滩上了 但乔治想起来了 哈哈 乔治想到了我 我很感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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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瘦腿先生 佩奇在玩他的玩偶小屋 乔治也在玩 佩奇要给玩偶之家开个茶会 来吧 乔治 我来做爸爸妈妈 你就扮演孩子们 孩子们 下午茶时间到 你们赶快去洗手吧 乔治把玩偶放在了床上 晚安 乔治 你为什么把孩子们都放在床上 他们要开茶会了 乔治喜欢把他们放在床上 孩子们 听到没有 快点下来 不然你们可就吃不到蛋糕咯 乔治没在听 他正忙着把玩偶放在床上 乔治 如果你想和我的玩偶玩的话 你就得帮忙筹办茶会 给你 乔治 你可以往茶壶里面灌水 孩子们 你们现在都快下楼了 妈妈 我们来了 乔治要把茶壶灌满水 乔治在水槽里找到了蜘蛛 他想要蜘蛛做他的朋友 乔治喜欢蜘蛛 蜘蛛也喜欢乔治 佩琪喜欢举办茶会 嘿嘿嘿嘿 巧克力饼干都上哪儿去了 爸爸 昨天我们还有好多呢 哦 对不起妈妈 一定是我昨天把它吃了 嘿嘿 淘气的爸爸 乔治把蜘蛛放在床上 乔治 你在干什么呢 你得帮我筹办茶会才行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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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我的房间里面有只蜘蛛 哈哈 别害怕 佩琪 求你了爸爸 把它拿走 哈哈哈哈 你不用担心 你好 乔治 你见到蜘蛛了吗 那简直太吓人了 赶快把它拿走 你没有必要这么害怕佩奇 蜘蛛都非常非常的小 它们不会伤害你 别担心 爸爸会把它拿出卧室 它长得还挺大的 我下去叫妈妈上来 猪妈妈 你好啊 瘦腿先生 佩奇现在没那么怕了 它喜欢待在我的玩偶房子里 你们好 孩子们 听说你们找到一只小蜘蛛 我过来把它拿走 这样你们就能玩了 妈妈 我给它取了个名字 叫瘦腿先生 哦 瘦腿先生个子挺大的是吧 佩奇和乔治喜欢蜘蛛 晚安 乔治把蜘蛛放在床上 不要啊 乔治 它还想喝茶呢 我猜它现在还不想睡觉 你觉得饿不饿呀 瘦腿先生 想要吃一点蛋糕吗 佩奇现在不再害怕蜘蛛了 妈妈 爸爸 请坐下 不如我们大家都来和瘦腿先生一起喝茶吧 谁要喝茶吗 我要喝 我也想 太美味了 佩奇最喜欢筹办茶会了 这是你的茶瘦腿先生 你说什么 你想和我爸爸打个招呼 你好啊 猪爸爸 天哪 可以了 佩奇 让瘦腿先生喝茶吧 你不会觉得害怕吧 爸爸 不怕 不怕 当然不怕了 不要这么记你 佩奇喜欢瘦腿先生 大家都喜欢瘦腿先生 猪爷爷的船 今天猪爷爷要带佩奇和乔治外出 去和尚玩一玩 欢迎上船 我的小宝贝们 佩奇 乔治 你们先穿上救生衣吧 佩奇和乔治要上船晚 必须得穿救生衣 在这艘船上 我就是船长 说得没错 船长 没错 没错 船长 如果船长爷爷让你们做什么事情的话 你们都得照做 除非让我们做什么不太明智的事 船长爷爷从来不做不明智的事情 当然不会了 船长爷爷 乔治 把旗子升起来 佩奇 敲响铃铛 是的 船长 猪奶奶 你来掌舵 是的 船长 全速前进 我们要不要开慢一点啊 猪爷爷 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猪奶奶 我不想一下子把油都用完了 猪爷爷 我更喜欢开得很快的感觉 别担心 佩奇 我们一会儿再开快一点 瞧啊 那里还有艘船 原来是狗爷爷 他今天也带丹妮出来玩了 你好啊 狗爷爷 你好啊 猪爷爷 你好啊 丹妮 你好啊 佩奇 狗爷爷是猪爷爷最好的朋友 真是难以置信 你的船还能浮起来 狗爷爷 你的船都和你一样的年纪了 要知道我这艘老船能轻而易举地超过你那艘绣筒的速度 猪爷爷 好吧 那我就来和你这个海狗比一场吧 准备好书吧 你这水猪 你们两个怎么表现的就像孩子一样呢 狗爷爷他刚才居然叫我水猪呢 爷爷 明明是你先叫他海狗的 你应该跟他说对不起 必须是他先说对不起 我再说 我说爷爷 你就跟猪爷爷说对不起吧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不要 他就是水猪 而且我的船也比他的船快 那好吧 海狗 我们就来比赛 看谁先到下一座桥 数到三就开始 一 二 开始 你怎么提前开始了 有本事的话你就追上我呀 水猪 海狗 这应该是你最快的速度了吧 追不上我了吧 我赢了 哦 糟糕 猪爷爷的船没有油了 你真聪明啊 船长爷爷 可能是我真的开得太快了吧 我们该怎么回家呢 瞧啊 狗爷爷过来了 狗爷爷可以拖我们回家 哦 不 我可不要海狗来帮忙拖我的船 我也没有打算要拖水猪回家呢 哎呀 你们两个怎么还没长大呢 爷爷 快点和狗爷爷说对不起嘛 我 不应该叫你海狗的 对不起了 爷爷 你就和猪爷爷说对不起吧 我不应该叫你水猪 对不起 真是太好了 狗爷爷 不知你是否能帮忙拖我们回家呢 拖你们回家是我的荣幸 夫人 抓住这条绳子 哦 好的 船长 狗爷爷是猪爷爷最好的朋友 狗爷爷把猪爷爷的船拖回家了 你要记住的一点是 我赢了这场比赛 猪爷爷 调皮的猪爷爷 佩奇 敲响铃铃铛吧 是的 船长爷爷 购物 佩奇和乔治要去购物 佩奇和乔治喜欢购物 乔治喜欢坐在推车里 佩奇 佩奇也是 爸爸 我能不能也坐在推车里 你太大 推车太小了 但你可以帮忙购物 哦 好的 购物清单上的四种东西 有番茄 意大利面 洋葱和水果 我都能找到 在这边 佩奇和乔治喜欢购物 佩奇 首先我们需要些番茄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里有番茄 妈妈 做得好 佩奇 一 二 三 四 现在放进推车里 我找到番茄咯 做得好 佩奇 那么番茄可以在清单上滑掉了 下一种是什么 意大利面 意面 没错 乔治 但应该叫意大利面 意面 意大利面是佩奇和乔治最喜欢的食物 不知道意大利面在哪儿 我看见了 我看见了 这边走 意大利面 看妈妈 意大利面在这里 不错 佩奇 把它们放进推车里吧 好的 妈妈 意面 sucks чер 二 三 ampl go NIH expenses -这个叫做意大利面 一 Li laude 16 estateader 一 利面 明①里面 za实践中 entra up делать 下一种是什么配ference 一大利面 恰硅 highlight Guess what Крас 薯片可不在清单上 薯片可不在清单上 小室里可没有什么恐龙,你知道吗? 不,乔治,清单上的下一种是洋葱 对了,洋葱,我现在想起来了 在这儿呢 做得好 一,二,三,四 洋葱来了 非常好,清单上的东西几乎都有了 清单上还有一种东西 一棵植物,清单上有吗? 哦,不对,乔治,清单上的最后一种是水果 没关系,乔治,水果由你来选 水果在哪里? 在那边呢 那边有苹果,橙子,香蕉 还有一只很大的西瓜 想吃什么水果,乔治 苹果吗? 买橙子 买香蕉 一只西瓜 这里是收银台,所有的食物都在这里付钱 有蕃茄 壁大利面 洋葱 西瓜 巧克力蛋糕 巧克力蛋糕? 巧克力蛋糕? 是清单上的吗? 佩奇,是你把巧克力蛋糕放进推车的吗? 不是的,妈妈 乔治,是你把巧克力蛋糕放进推车的吗? 不是 哦,也不是我放的 是谁放的呢? 嗯,我觉得配布丁吃不错 是你,主爸爸 淘气的爸爸 对不起,但他看上去真的很好吃 看上去确实不错 就假装这也在清单上吧 巧克力蛋糕 好棒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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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生日派对 今天是佩奇的生日 现在天才刚亮 今天是我生日 嘿嘿嘿嘿嘿,乔治快起来 今天是我生日 哦,我要办一个生日派对 爸爸还会准备魔术表演哦 快,乔治,我们去叫醒爸爸妈妈 猪妈妈和猪爸爸现在还在睡觉 好 起床啦 今天是我的生日 啊,现在几点了 已经很晚了 现在才早上五点钟而已 是的,一天过得很快的 好的,我们开始庆祝你的生日吧 太好了 猪爸爸,猪妈妈和乔治把生日礼物送给了佩奇 生日快乐佩奇 哦,是什么呢 是玩偶的裙子 太迪有新衣服穿了 谢谢大家 别客气佩奇 我不知道太迪原来是个女孩 哦,爸爸,太迪当然是个女孩了 我喜欢我的新裙子 谢谢大家 不用谢太迪 小心不要弄脏了 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节目吗 是的,我的朋友们都会来参加我的生日派对 爸爸还会给我们表演魔术 没有人会知道魔术师是你的爸爸 你介绍我的时候就说是传说中的神秘人 传说中的神秘人 是的,传说中的神秘人 爸爸一整个礼拜都在练习他的魔术表演 我的朋友们来了 好耶 这些是佩奇的朋友 小猫坎迪,小羊苏西,小狗丹尼,小兔瑞贝卡和小马佩德罗 你们大家好啊 生快乐佩奇 来吧孩子们,派对要开始了 好耶 好的 猪爸爸准备要表演魔术了 佩奇 记住你要说道 女士们先生们 现在有请传说中的神秘人 好的爸爸 女士们先生们 有请神秘的爸爸 好耶 我的第一个魔术是 变变 变变变 哇哦 是泰迪 我的下一个魔术 我需要一位观众帮个忙 我只需要一位 小女孩你是第一个举手的 告诉观众你的名字吧 我叫小杨苏西 好的苏西 这里有三个球 一个红色的 一个蓝色的 和一个黄色的 好的 当我转过身去的时候 你要悄悄地在这儿选一个球 好的 你选好了吗 是的 变变变变变 你选择了黄球 不是 变变变变变 蓝球 不是 变变变变变变 红球 是的 是红球 好耶 糊涂的神秘爸爸 你把三种颜色都说了 小声点配齐 别让别人知道 还想再看一个魔术吗 试试想看 闭上眼睛 不准偷看哦 跟着我念咒语 变变变变变变变 变变变变变变变 变变变变变变 睁开眼睛吧 哦 好吧 我的香蕉生日蛋糕 把蜡烛吹灭吧 佩奇 好耶 生爱了佩奇 谢谢你们大家 这是我过得最棒的生日了 爸爸的摄像机 游地员斑马先生正在给佩奇家送信 有你的包裹 朱先生 太感谢你了 斑马先生 再见 瞧啊 邮局刚送来一个包裹 有谁来猜猜里面是什么 恐龙 哦 乔治 不管送来的是什么东西 你都猜是恐龙 这个包裹太小了 恐龙怎么会在这个里面呢 我想这是一个 一个新玩具 答案很接近了 我知道里面是什么 新的摄像机 祝爸爸你的新玩具 你猜对了 这是台摄像机 我们可以自己拍影片 然后在电视里面看 我可以第一个使用吗 爸爸 对孩子来说 用起来有一点困难啊 就算是我 也得先看说明书 比我想象中的要难一点 苏西的妈妈 就有一台摄像机 我看它都是直接按这个按钮的 哦 做得对 佩奇 谢谢您购买电影3080 我迫不及待想帮您拍第一部影片了 可以把这个声音关掉吗 嗯 我不太确定 谢谢您购买电影3080 苏西家的摄像机 你按这个按钮 它就不会说话了 谢谢您购买 现在它不说话了 做得好 这是一 Cavendry 佩奇 sure 伍佗 我们该先拍些什么呢 拍我吧 嘿嘿嘿嘿 dedicated 我是佩琪 你好 我是佩琪 大家都过来 你好 我是佩琪 大家再来 好的 谢谢 你好 我是佩琪 你好 我是佩琪 你好 我是佩琪 再来再来 我们该拍一点新东西了 我知道 你先离开这房间 我们会拍段影片给你看 先出去嘛 猪爸爸在厨房里等的时候 猪妈妈 佩琪和乔治正在拍摄影片 不许偷看哦 猪爸爸 我们三个都得出镜 乔治 你想第一个来吗 拍好了吗 我可以进来看影片吗 完成了 你可以进来了 乔治和佩琪都拍了一段影片 那我们先来看看乔治的影片吧 恐龙 乔治 乔治假装自己是一只恐龙 这真是一只很吓人的恐龙 哦 天哪 乔治吓坏了 不要害怕 乔治 电视上的那个不是真的恐龙 是你啊 恐龙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来看看佩琪的影片 哦哦哦哦哦 你那样是在模仿谁呢 大家好 我是猪爸爸 哦哦哦哦哦 原来是这样啊 你们看呀 我的肚子非常大 那是因为我平时吃了太多的饼干了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肚子可一点也不大 但我喜欢饼干是真的 而且你越吃越多 你的肚子就越变越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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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下面是什么 这个是我可爱的小弟弟乔治 这个是我的妈妈 这个就是我 哈哈哈哈哈哈 而这个就是真正的猪爸爸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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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戏剧 佩琪的幼儿园要演舞台剧了 剧目是童话故事小红帽 好嘞 所有的孩子都会参加 他们得在家里练习 哈哈哈 佩琪要饰演的是小红帽 猪妈妈给她做了戏服 猪爸爸在帮佩琪练习 好了佩琪 你该说什么 我的名字叫做小红帽 非常好 然后呢 嗯 我要去看我的奶奶了 我要去看我的奶奶了 太棒了佩琪 小狗丹妮要扮演的是大灰狼 丹妮的爷爷和妈妈正在帮她练习 我是一只大灰狼 尽量不要笑啊丹妮 你应该表现的有点可怕 试着像这样丹妮 哦 是一只大灰狼 我要把你吃掉 哈哈哈哈 看到没 是的 你那样真的很吓人 哈哈哈 小马佩德罗来扮演猎人 他会从大灰狼手中拯救佩琪 嗯 是个猎人 还有 佩德罗有点害羞 你要说我要把你赶跑 你这坏蛋大灰狼 嗯 快走开 你这只顽皮的狼 非常好佩德罗 小兔瑞贝卡要扮演奶奶 我要说什么妈妈 让我瞧瞧 这出剧的一开始 你被大灰狼锁进了柜子里面 然后在剧的最后呢 你被猎人拯救了 然后你就说 谢谢 谢谢 非常好瑞贝卡 大家都来看他们的舞台剧了 女士们 先生们 欢迎来看我们的舞台剧 童话故事 小红帽 首先 有请我们的演员上台 喵 喵 喵 各位 各位 为了我们的小演员好 请各位家长不要照相 我们的节目 现在正式开始 喵 喵 奶奶一个人在家里 是谁来看望奶奶了 喵喵 我是一只大灰狼 演得好 丹妮 呃 噢 糟糕 丹妮忘了下一句该说什么了 奶奶 你得躲进柜子里面去啊 到柜子里去 现在开始 大灰狼假装自己就是奶奶了 噢 我的名字是小红帽 我要去看望奶奶了 你好 佩琪 爸爸 你不能在这里拍照片 我忘了 抱歉佩琪 继续 咳咳 我要去看望奶奶了 嘿嘿嘿嘿嘿 噢 你看上去不像我的奶奶啊 嘿嘿嘿嘿嘿 你的眼睛好大呀 哈哈哈哈 你的牙齿也好大 噢 噢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奶奶 你是坏蛋大灰狼 噢 救命啊 快看看是谁来了 非常的及时 猎人佩德罗来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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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及时了 是猎人佩德罗来了 佩德罗有点害羞 佩德罗 需要我跟在你后面吗 是的 谢谢 你真是只顽皮的大灰狼 我救出你了 奶奶 好耶 谢谢你 演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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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德罗 你演得真是太好了 你演得几乎和我一样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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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故数难当 太阳当空照着 天气非常的炎热 真是个不错的大热天啊 佩奇和乔治穿上了靴子 他们要去泥坑里跳来跳去 我最喜欢跳泥坑了 哦 糟糕 天气太热了 泥坑都被晒干了 妈妈 爸爸 泥坑被晒干了 我们没法在里面跳了 没关系佩奇 天气这么热 今天你可以在冲气泳池里玩了 太棒了 冲气泳池 不过 首先你得换上你的泳装 好的 妈妈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佩奇和乔治换上了他们的泳装了 猪妈妈也换上了她的泳装 猪爸爸也换上了自己的泳装 今天太阳光太厉害了 得抹上防晒霜 咿 擦了脸上油油的 好难过 难过 呵呵呵 这么小的事不要抱怨了 是啊 今天我们都要抹防晒霜 哦 嘿嘿嘿嘿 嘿嘿 快来乔治 嘿嘿嘿嘿 我们先给冲气泳池冲上气 猪爸爸再给冲气泳池冲气 哦 太简单了 嘿嘿嘿嘿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嘿嘿嘿 佩奇抓住了水管 然后妈妈打开了水龙头 水在哪里呢 哇 妈妈用水管把泳池灌满了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佩奇和乔治喜欢冲气泳池 冰淇淋 冰淇淋 是卖冰淇淋的兔小姐 冰淇淋 天很热的时候兔小姐会卖冰淇淋 妈妈 爸爸 乔治和我可以吃冰淇淋吗 好吧 今天的天气实在太热了 嘿嘿嘿嘿嘿 能给我也带一只回来吗 大家都爱冰淇淋 你好 猪妈妈佩奇 乔治 你好 兔小姐 你们想要什么冰淇淋 我想要一个冰淇淋球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佩奇 谢谢 麻烦你我和猪爸爸也各要一个冰淇淋球 那小帅哥乔治要什么冰淇淋啊 恐龙 你想要恐龙 别闹了 乔治 不管你问他什么 他的回答永远都是恐龙 是吗 那真是太巧了 我这里正好有买恐龙形状的雪糕 恐龙 乔治 快把雪糕吃完 不然要化了 恐龙 乔治太喜欢他的恐龙雪糕了 他都不舍得吃了 谢谢你 兔小姐 祝你们玩得愉快 乔治 雪糕化掉之前 要快点把它吃完 不然 怕就会掉到地上 噢 糟糕 乔治的恐龙雪糕最后还是化了 掉在了地上 没关系的 乔治 你可以吃爸爸的冰淇淋 他是不会介意的 天气太好了 猪爸爸竟然睡着了 爸爸看上去好热 把水倒在爸爸身上 让他凉快一下 好主意 佩奇 出什么事了 你刚才又热又红了 猪爸爸 我们在你身上倒了水 哦 是这样 谢谢你佩奇 乔 你坑有水了 快点 乔治 我们快去穿靴子 佩奇和乔治穿上他们的靴子 佩奇和乔治喜欢大热天 他们最喜欢在水坑里跳来跳去 哈哈哈哈哈哈 克洛伊的木偶表演 佩奇一家去看望猪伯伯 猪伯母和堂姐克洛伊 我觉得猪伯伯会在吃好午餐后睡着 他每次都那样 猪爸爸 你不该这么说你自己的哥哥 尤其是在孩子们面前 但那是真的 猪伯伯每次都吃太饱 然后就睡着了 而且大呼打得很大声 呃 佩奇 乔治 忘了我刚说关于伯伯的事吧 好的 爸爸 佩奇和家人到了猪伯伯和猪伯母的家 你们好 伯伯伯母 你们好啊 你好啊 哥哥 猪伯伯是猪爸爸的哥哥 克洛伊是佩奇和乔治的堂姐 你好啊 克洛伊 你好佩奇 你好乔治 我想给你们看点东西 等等我呢 哈哈哈 这个是我的新木偶剧场 是我的爸爸给我做的 哇哦 哇哦 我已经做了两个木偶了 这个叫做克洛伊 你好 我是小猪克洛伊 哈哈哈哈 而这个是我爸爸 是伯伯 你好佩奇 我是猪伯伯 哈哈哈哈 克洛伊 我和乔治能不能也做个木偶呢 可以啊 克洛伊画了木偶的眼睛 我能画他的嘴吗 可以 我的名字叫佩奇 哈哈哈哈 乔治 你想做什么样的木偶呢 恐龙 你想做恐龙 不管你问乔治要干什么 他一定会回答你恐龙 好的 一只恐怖的恐龙木偶 克洛伊在给乔治做恐龙木偶 他要有尖尖的牙齿 给你一只恐怖的恐龙 哈哈哈哈 吃午餐了 孩子们 来了 午餐之后我们来个木偶表演吧 嘿 朱伯母给大家做了意大利面 这个意大利面实在太好吃了 最好吃的意大利面 这就能看出来你俩是兄弟 每个方面都很像 什么意思啊 我们完全不一样 哈哈哈哈 佩奇 乔治 还有我 准备了一个木偶表演 真是太好了 准备好了 叫我们 加油 加油 木偶表演听上去很好玩 还有时间我能再包吃点吗 我也想再来点行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木偶表演马上要开始了 你们好 我叫做克洛伊 你们好 我叫做佩奇 啊 是一只恐龙 一只可怕的恐龙 真是不错 表演的真棒 太棒了 我是朱伯伯 你好啊 伯伯 你好啊 佩奇 看上去真像你 我觉得他们把我的肚子做大了点 我非常喜欢我的舞台 伯伯 你睡着了会打呼吗 就像是你以前那个样子 这是什么意思啊 爸爸说你吃完午餐总是会睡着 而且打呼声很响 就像这一样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呵呵 你爸爸说的对 我确实这样打呼 哦 猪爸爸 你真不敢说你些关于猪伯伯的话 我不觉得猪爸爸还有猪伯伯 能听见你说的话 猪爸爸和猪伯伯都睡着了 他们两个果然是亲兄弟啊 哈哈哈哈 发生了什么事 木偶表演还没有开始吗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爸爸减肥 猪妈妈正在看一个健身节目 现在跟着我一起坐 大家准备好了吗 蹲下来 站起来 蹲下来 站起来 啊 我最喜欢看电视了 这是什么节目 这是一个让你学着保持身材的健身节目 哈哈 谢天谢地 我可不用学 我的身材很匀称 可你看上去并不匀称爸爸 你的肚子有点大 有点大哦 我很匀称的 我给你看 我该先做什么呢 先碰一下你的脚趾 就像是这样 简单 爸爸 你不要假装你碰不到自己的脚趾哦 呃 我不是在装佩奇 猪爸爸是真的碰不到自己的脚趾 哦 天哪爸爸 这样可不太好哦 嗯 也许我是该多做一些锻炼了 没错 爸爸 我会去锻炼 明天 祝爸爸 你现在就应该开始锻炼了 哦 别担心爸爸 我会来帮助你的 哦 那好吧 佩奇 你负责监督我减肥 我该先做什么 首先 你需要做一些俯卧冲 简单 一 二 很好 爸爸 现在我希望你做 做一百个俯卧冲 做一百个 没错 来吧 孩子们 来帮我做午餐吧 我也来帮忙 不行 爸爸 你还有一百个俯卧冲要做呢 哦 哦 哦 猪妈妈 佩奇和乔治在厨房里做午餐 猪爸爸还在做他的俯卧冲 看来爸爸 他很努力 是的 但是我希望他不要太逞强了 那我去看看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我说爸爸 你怎么偷懒呀 你现在应该在做俯卧冲才对 哦 呃 因为电视里的节目很有趣 调皮的爸爸 也许猪爸爸用我的动感单车练习 效果会更好 啊 这个看上去不错 我可以一边骑这个 一边看电视不是吗 不行 太吵了 这个东西实在太吵了 我听不到电视的声音 但是你一定要瘦下来才行 我想到了 你可以来骑我的自行车 是的 这样你还能呼吸新鲜空气 猪爸爸要骑配骑的小自行车 听好了 爸爸 这个是踏板 这个是刹车 这个是铃铛 好的好的 谢谢你 我知道了 再见 这太简单了 看来想瘦并不容易 哈哈哈哈 现在我不用踩踏板 就可以瘦身了 猪爸爸骑的非常快 哦 也许我该慢一点 啊 这个刹车不太管用啊 啊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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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哎哎哎哎呀 猪爸爸已经出去很长时间了 妈妈 爸爸去哪里了 别担心 佩琪 猪爸爸肯定是因为骑得太开心了 所以才这么久 爸爸 你到哪里去了 我一直骑到了山坡的底下 然后又把自行车从下面推了上来 哦 可怜的猪爸爸 不过至少这也是锻炼 是的 今天锻炼了 什么意思 明天你还得继续锻炼 什么 爸爸 想要瘦下来 你就要坚持去锻炼 每天都要 哦 不 但是不要担心爸爸 我会每天监督你做的 是的 我知道你会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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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好